到底谁在真正关心农民呢 现在水果过剩到底要怎么办 价格很不好 那么马英九总统今天说他有一个好方法 就是用肺源的方式就不要工作了嘛 直接肺源掉 好了这真的是农民所希望的嘛 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 为了帮助农民处理生产过剩的问题 农委会主委陈武雄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用手机上网去查价格 但因为大半的农民是不会使用这些3C产品的 引发大家的反弹 马总统呢今天就说 要所有的农民都会用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这让旁边的陈武雄好尴尬 至于面对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马总统喊出用肺源的方式 就不需要工作来调节供需 可是这是农民所想要的吗 到底他真的知不知道农民的需求是什么呢 带你来看 当着农民的面 马总统说这句话让一旁农委会主委陈武雄 有点尴尬 你要每一个农民都手机上网不可能 也不必期待这样 也不需要这样 农会呢可以用那个 像那个看板 然后呢是不是 或者如果农民有需要的话 用什么方式 传真电话 Email或者其他的方式 陈武雄要农民用手机上网查价格的点子 引进农民生产过剩问题一再发生 马总统要求农委会研究 如何在种植上做调整 现在农委会大致上已经解决了 它就是用肺源的方式 也就是减少生产 你生产多了以后反而伤害到农民 总统喊出肺源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这真的是农民所望吗 基层声音 马总统还得再停停 三连讯友黄宝东讯会好 台北报道 好刚听到马总统呢 斩钉解体的说 你要农民用手机上网去查价 根本不可能嘛 让旁边的这农务会主委 觉得蛮尴尬的 可是马总统有建议 说不用用手机来 那用什么呢 他说可以用传真机 好我们实地呢 到农村去调查 发现那农村人家 几乎是他们都没有传真机的状况 说如果要用恐怕得到隔壁村 或者是两公里外的超商 才有传真机 那么农民都说 他们一辈子没碰过这个呀 也不会使用 对于总统的提议 农民觉得很傻眼 在中埔乡公馆村随机问问农民 几乎没有一户有传真机 要掌握产销资讯 除了手机上网 马总统建议也可以用传真机 但其实大多数农民一辈子都没碰过 要再来传做啦 传真机怎么也给我们盗做 如果我们耕银机就有费了啦 耕银机我们都会要塞啦 我耕到传真机 对于总统的提议 农民听了真的傻眼 如果真要使用传真机 恐怕要跑到两公里外 好不容易在烟农联合会 终于找到了全村唯一的传真机 但三四位农民盯着传真机 不知道该按哪个牛 农民一辈子种丝瓜种稻米 现在要用传真用手机上网 他们真的不懂 中央官员的建议 根本没考量农民现状 这样真的能解决 农村产销失衡的问题吗 农民都很质疑 三连新闻廖国雄 嘉义报道 而现在选举为了抢空外人